太南七三迪手货回复收到 收到 因为我是新人 我还是骑得比较稳 你不仅送的是一份餐 也是一份责任 我叫孙伟 来自哈尔滨 我现在是一名北京新人外卖骑手 我在哈尔滨的时候 是一名餐厅的厨师 12月初的时候 我来北京探亲 通过媒体 我了解到北京缺乏外卖骑手 以前非常热爱摩托车 我就选择做骑手这个行业 第一呢 能增加一点收入 第二是能付出一个力 每条三好没 天天来 每次一拐脚 感觉特别特别香 谢谢您 我是12月15号注车的 第一句话就是 您好 北京交警提示您 您已开工 请注意 交通安全 那个时候是骑手最少的时候 单身最多的时候 基本上在路上骑行的时候 都看不到人 接着第一单的时候 完全就是蒙的状态 因为刚来北京嘛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找不到商家 或者说拿错单 这都是很常见的事 觉得这个送餐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太简单 麻烦你稍等一分钟啊 我马上我就到 我这个是刚开始路线不懂太熟 没事 没事 我也刚来也不清楚 谢谢 没事 遇到棋手的问题 找不着了 蒙了我就会给国客打电话 我说是刚开始干 找不着地方 他说那您要找不着 你就在那等我吧 我会找你 都挺理解外卖棋手的 有的老洗手我问他在哪 他就会告诉我 有的甚至会直接领我去 这都坏了 这都是磕的 北京那天风特别大 我就没有支那个电动车的大梯子 电动车就倒了 油门钻马还摔舌了 完了我就没招了 我就是说推着车 把这个餐给顾客送去了 那天出了很多汗 最后送到顾客手里头 就剩一分钟了 他就说非常谢谢您 还给我拿了一瓶水 我感觉这道划痕 是我一个新人的勋章嘛 能让顾客吃上一顿热厚的饭 这个成就感特别强 9点钟左右从家出发 晚上8点到9点之间吧 往回走 我一天接最多单的时候 是接了40单 随着疫情的变化 有的棋手都生病休息呢 但是我也没有害怕 有一天我正送了餐 有一位顾客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是前两天给他 送过餐的顾客 他说他羊了 本来让我也注意好防护 我觉得这个心里都特别暖 大家都是先护的 我的爱人现在在哈尔滨呢 也挺担心我的 但是我会及时 就是也安慰安慰他嘛 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都需要有人来做嘛 做好防护 我就能力所能及的多做一些 能最起码缓解一些压力嘛 还有包子了吗 你吃什么吃饭了吗 没吃 没吃 吃 吃吃吃吃吃吃吃 现在咱俩都是什么时候饿了 什么时候吃 我现在送餐已经两个多礼拜了 微信运动上部数一千比天多 最近翻脸也见着 现在棋手都陆续返岗了 感觉到大街上的人也多了 最近几天大家都复工了 工业园区的单子也就比较多了一些 城市的烟火器也回来了 大家都说外卖园是城市的百度人 我以前不是说穿这身衣服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每天都能看到 这么多同行穿梭到各个的大街小巷 还能看到一些棋手说说笑笑了 真的是特别开心 感觉好起来了 好起来 一切都会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